好 我們接著要開始進入所謂的熱量跟比熱的問題 熱能 熱能就是一個能量 熱能 熱是一個能量 歷史上曾經把熱當作物質 然後不能很久之後才知道它是能量 所以我們現在喜歡問你 熱是什麼 熱是一種能量 熱是一種能量 熱能量叫熱能 把它數量化叫做所謂的熱量 然後呢 我們定義 我們定義 讓一公克的水 溫度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叫做一卡 一公克的水 溫度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叫做一卡 從這裡會帶到一個 待會講到的問題就是 我知道的是上升一度 要一卡 可是上升之前 上升之後 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我不曉得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我只知道 熱量差有多少 這到我們再講一次 OK 一公克的水 上升一度 需要就要一卡 那麼 我們同樣的東西 有銅 有鐵 有什麼之類的東西 加熱之後 它的溫度上升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說這是用它的比熱不同 比熱不同的關係 所以有個比熱的問題 比熱就是 讓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 如果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C 需要一卡 比熱就是一 需要0.2卡 比熱就是0.2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公式 就是叫做 H 等於 ms delta T 好 我們都這樣子教 可是如果你要非常挑剔的講 這個 H 要寫的是 delta H 熱量差 我算是熱量差 前面跟後面的熱量差 delta H 等於 ms delta T 那個 delta T 叫做溫度的改變 改變應該是要用墨溫減出溫 那如果是用墨溫減出溫 那就會有正跟負 墨溫增加是正值 表示是吸熱 墨溫減少是負值 表示是放熱 所以應該是用墨溫減出溫 但是你們做的時候 通常會用高溫減低溫 所以你熱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C 所需要吸的熱量 公式 H 等於 ms delta T 那所以值得比熱就是要背 也很好背 很容易就知道 因為一卡就是一公克的水上升 一度所需要的熱量 所以公克的水上升一度需要一卡 所以比熱就是一 單位是卡克都C 要曉得 OK 然後我剛剛講過 你們通常會用高溫減低溫 因為你們的數學有點小問題 看到負荷就抓跑 就動回來了 受不了 不會算 所以我們就用高溫減低溫 但是如果你是用高溫減低溫 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自己要曉得 它在吸熱還是在放熱 如果你用墨溫減出溫 你就不要管 它自動會調整 震的就是吸熱 負的就是放熱 OK 然後呢 我剛剛跟你說過了 正確的顯示 Delta H等於M S Delta T 我算的是熱量差 我算的是熱量差 同一個東西在A溫度跟B溫度的熱量差 熱能差 但是我不曉得在A溫度有多少熱量 B溫度有多少熱量 我不曉得一個東西的確實還有的熱量是多少 從此之後 只要題目裡有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那都是錯的 比如說 比如說 2公克一度吸熱水的熱量 是1公克一度吸熱水的兩倍 錯了 不知道 不曉得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2公克一度吸有多少卡 1公克一度有多少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 我能夠知道 1公克的物質 1公克的水上升1度 所需要的熱量 1公克的水上升1度需要1卡 然後H等於M S Delta T 1公克的A物質上升1度需要幾卡 所以我能夠知道的是熱量差 我能夠知道的是熱量差 熱能差 但是 我不曉得一個東西到底 你還有多少熱量 0度吸的水也有熱量 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說 只要題目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那都是錯的 那都是錯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叫做比熱比較大的東西 溫度不容易改變 包括不容易上升 不容易下降 比熱比較小的東西 溫度容易改變 包括容易上升 容易下降 但是 老師講過 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這個一樣的基礎一定有一項 叫做質量要相同 質量要相同 你不可以拿一個大輪船 跟一杯水比 你也不可以拿一個壺去跟一個鐵釘比 然後去看說誰的溫度容易上升 容易下降 質量要一樣 以前質量不一樣很少考 多年以前嘉義吧 考過一次 後來不幸的 學測考了一次 質量不一樣 從學測考過質量不一樣之後 大家就愛考質量不一樣 因為學測最偉大 學測最偉大 大家就想 所以要注意 要說這東西溫度易升易降 或難升難降 如果要說比熱小或比熱大 必須有個條件 質量要一樣 質量如果不一樣 就不可以直接比降 還要去把質量考慮進來 H等於M S Delta T 那麼質量不一樣 就考慮M乘S誰大誰小 M乘S大誰小 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考試愛考的 不用計算 就可以考的東西 所以要請你了解 比熱的大小 跟溫度變化的關係 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談一下 有關於熱量跟比熱的觀念 就這樣 OK